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主要要讲解的是收录在第八世凡王米居多杰的这个百段教研当中 养棍巴大师的七指引文的一个注解 在上一堂课大部分都讲过了一些了 就是讲过了一些那么今天要接着讲 那么依照这个科判里面七指引文的分三个部分 就是续文有证文跟节语这三个部分 续文是理共确立是讲 证文是广说教室的道次第节语教解他人 那么在第二个证文广说的部分呢 那么其中分为七个部分 所谓的七指引文 其实就是这里的证文 这是有这七个指引 第一个是指 第二个是观 再来是灵系的指引 再来第四个是念起自解的指引 再来是一位的指引 再来成修轮转的指引 最后是持续以上修持的指引 有这七个部分 那么上一堂课呢 指的部分 它部分都念过了 像口传一样上一堂课讲过念过了 但我想今天 还是为了帮助各位明白意思 就是就文字上做一点的解释 那么指的指引部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住心 安住心 方便法 再来是守护 无情平的 再来第三个是妄念为道友 首先是安住心方便 那么这里就有主颂 其实就是杨棍巴大师 他所唱出的道歌 所以它是一种道歌的 这种方式 不敢得的字句 这是西求禅修诸佛子 物向外求向内观 住而不留 任其行 摄持不得松缓 那么就像这里投影出来的 上一堂课讲过了 那这里的 背叶经的样式 那这是 安棍巴大师 他的道歌 那再来下面呢 是有这个电脑打字的 这个是收入在百段教研里面 所引用的主颂 那你会发现稍微有一点不同 大概是一句的版本不同 所以他的道歌 就是主颂文字上有一些不同 首先第一句 就是西求禅修诸佛子 等等有这样的四句 所以这四句呢 主要谈的就是住心的方便法 所以就针对四句简单的 做一些解释 首先西求禅修诸佛子 这类的字 指的呢 就是能够将自己全心交付给上师 并且完全信赖上师的这样的弟子 所以就是这里的字 就像是 这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是一样的 非常听从父母的教导 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或者说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佛法的角度来说 这里是指说他能够全心 他自己交付给上师 完全信赖他这样子的弟子 那么接着这里说 佛子 西求禅修诸佛子 是说他们是具有佛员 那么因为 他们西求热衷于 这个精性修持善妙的禅修之道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非常想要修好 就是所以这里用了 西求跟热衷 这样的一个词 所以就是西求 所以或者说 他们非常想悟道 接着第二句呢 是说 悟向外求 向内观 所以就是 杨根巴大师 就跟他的弟子说了 那如果你们想要悟道 要生起禅修 那么向外求 是身外寻意 是不可能的 是得不到的 一定要向内 去观 也就是要断除 对于外在 各种险上的 探浊 探知 要好好观察自心 接着呢 住而不留 任其行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心 它不会停住在任何一个地方 它不会待在任何一个地方不动 举例来说 就好像 这个树叶上 有一个小虫子 所以 这个叶子呢 在河流上 流动着 所以就随波逐流着 所以这个蚂蚁呢 也在 这个虫子呢 也在树叶上 它是不得自主的 随波逐流着 随着叶子河流 随波逐流 所以我们的心呢 也是不会停留在任何地方 我们会起心动念的 因此 我们就 任它去 所以这里 就像刚才的例子 像在 随波逐流的 树叶上的这个虫义 是一样的 我们要 任它去 虽然说 是要这样子 放任我们的自信 让它去 但不是说 这个虫子 它就能够在这个树叶上 放肆的 这个字意的 去跳晃 跳动 因为它如果 乱跳乱动的话 它就掉到这个河里面 水中了 所以呢 还是要保持这个正念和觉知的 但是呢 也不需要这个特别的焦虑 因为就是 你是不能自主的 随着这个水 水就在走着的 但是呢 也不能够 就放肆 而是要能够保持一个正念和觉知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保持这样的正念和觉知 然后很稳定的 同时也是放松的 这样子来做产修 这样来做安住 这是这意思 再来一句呢 叫做 舍而不持 松缓住 这是我们产修的时候 比如说在修 我们都想要让我们的心能够保护它 或者说设置它 让它停在一个地方 就说 我要让它懂想 稀想 但是就在你再这么努力 会发现呢 这个心 还是没有办法安住的 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念头升起 如果这时候 如果还担心着 如果升起更多的担心 我们的心又患散了 我起心都念了 这时候反而禅修会让 这反而会让你的禅修越来越糟糕 所以呢 不要去分别 这个能修所修 这时候只要做什么 就是保持不散乱 然后也不要刻意去做禅修 就是放轻松 就像过去祖师们说 不知异国去 不愿意向未来 在当下之心中 无造作的 这样自然的安住 这样就OK了 那这就是 安住心的方便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呢 是守护无情平等 那这里有五句 欲修因观非修相 不断承修平等住 自然即修物流动 物已造作染自人 不愿能动 生明修 这个人开支 如果你不断用 首先第一句 我们收纸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要收得好 或者说我要 生起好的产修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需求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生起的话 那这时候就要不暂乱地 在这样的想法上 放轻松地安住 然后前面 不念尾身 这个时候 静向 生起 但是是无止的 是没有执着的 心很清晰 却无法止 如果能够没有执着的 这样子守护着这样子的 这样的清晰的 心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禅修 这个时候呢 也不需要修成更好的禅修 也不再需要断除什么不好的禅修 而是一切呢 都成为了禅修 所以呢 这时候 没有什么不是禅修的 所以这里有一句说 因观非修相 换句话说 就是这时候观察看看 是否有非禅修的显像 换句话说是不会有的 一切都成为了禅修 也就是说 会有这样子的 特殊的一些提寿 一些觉寿生起 这就是欲修 平断非修相 接着再一句是 物断 成修 然后平等住 就是我们有这个 所修的禅 还有所修的心 就是说心跟禅 平时我们会有这样子的 觉得有这样的良知 比如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 我们在有一个 所缘所依的时候 你会觉得 有一个能观的我 这个心 然后有一个被你所缘 所观的对境 就是心跟禅 我们会分得清楚 但这里说呢 不要去这样战断 不要这样去截断 去分开所修的禁 和所修的心 这两者 这样这样子 这两者的截断跟分开 就是错误 就是过患的 所以不要分别能修所修 所以不要分别能修所修 在这样子一个心境 没有分别的状态中 任何显像出现的时候 显现的时候 不照做的安住 这样就好 同时呢 也不要说 我现在身体很舒服 就做一下 前修 不舒服 我就不修 或者呢 也不要说 我某一做法 当中认知修 另一做法呢 就随便修我 也不要 也就是说 这时候持修 一下修一下不修 不要这样子 修时应 前修 要能够 横溢 坚持不信 这是很重要的 就像这个玄乐 这个玄乐 比如说要演奏 弹奏的时候 这个玄不能太紧 太紧了 它也没什么声音 太松也没什么声音 总之呢 修行呢 你是要坚持不懈 但是呢 你也不能够太紧绷 太紧绷的话呢 可能你的身心 就会凝却 但如果说 太放松的话 就会变得 非常的懒散 这样也是不行的 所以 不松不紧的状态当中 这样去修持 所以这里有一句叫做 平等住 它的意思是说 没有高低上下 它是非常的平稳的 可以说平稳住 就是平稳住 人说平稳住 应该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说放轻松 平稳的安住 然后 所以心的安住呢 就安住 无法安住的话呢 也就让它去 换句话说 心安住的时候 不就在安住的 这样的本质上呢 修持安住 那么无法安住的时候 也就在这样一个 无法安住上呢 在这样的自信当中呢 做手持 再一句呢 是自然即修 勿扰动 这句呢 可以有很多种 不同的解说方式 但是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们的心性本来呢 它就是远离戏论的 所以 我们要做的 我们成熟 要在做的 其实 只是要认识出 这一点 就是认识出 我们的心性的本质 它就是离戏 然后去习惯它 这样就好 而不是说 去造作 或者说 修出 去造作出 去修出一个新的东西 不是的 所以 产生修 就是认识出 然后 认识出 我们自信本来的 这样一个 远离戏论的状态 而不是说 造作 或者说 修出一个 新的一个 东西 不是的 所以就是 自然 即修 互扰动 或者说 互造作 可以这么说 再就是说 互以造作 人自然 换句话说 我们 产修 就只是 就是 这个 安住在 自信本来的 明觉上 就好 但很多时候 我们 却不满足 就觉得 我还是要做些什么 我要修些什么 努力 产修 等等 如果就只是 安住在 平常 心上 那不就是 跟平常 人一样吗 好像会觉得 没什么特别 禅修应该是 一个特别的 一件事情 有时候 我们会 这么觉得 所以就觉得 禅修应该有 更多一些 安住 更清明一些 更清晰一些 好像本来 不是很清晰 我要变得更清晰 或者做出一种 清晰 清明 或安住 但这种种 都是一种 其实就是一种 思量出来 造作出来 出来的 成修 这其实都是 成修上的 一种 歧途 都是一种 错误 要注意的 是一种 错误 再一句呢 是 无缘能动 身明修 就像前面提到 心 我们的心的 本质 或者说 它真实的情况 它的始相 它就是明觉 所以当我们 安住在 这样的 声明时 这个昏尘 各种的语言 比如说 昏尘 调局 各种这种 好的 坏的 角兽 各种这些 语言 外缘 其实都 无法 动摇 到它 都无法 影响到它 比如说 好的角兽 也不需要去 特别的 坦诚 然后坏的 角兽 升起的时候 其实也不需要 不高兴 语言 来说 好的角兽 升起 像是会有 乐 明 无念的角兽 不要贪注 因为 虽然说 这些是好的角兽 但如果 我们身体贪注 然后我们 贪注 这些角兽 的话呢 就会让我们 诺诺断 不要 坏的角兽 升起的话 比如说 什么叫坏的角兽呢 就收心 成熟之后 发现 旺念变得更多 或者说 烦恼 贪心 沉心 愚痴 为了比以前 更重了 有时候 会有这样的 一些感受 体受 但也不能 说这是 完全是不好的 因为 有时候 这也代表了是 你的 大手印的修持 有起了效用 或者说 你这个修持 是有所进步的 所以它反而是 可能也算是好的 所以 所以贪着了 好的角兽 反而是 度入了轮回 如果 那同样是 坏的角兽上 妄念更多 烦恼更多 它反而是 这个大手印的 修持的效用 或者说 进步 换句话说 也不需要 有好的角兽 升级 就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 坏的角兽 出现 就难过得不得了 其实都不需要 那么在之后 是 妄念 转为 道用 难道南柱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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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的句子是 如实妄念为破坏 切莫可以修无念 先祝自然持正念 记得误入直禅义 这几句的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物是妄念为过患 就是我们在修禅修的时候 尤其比如在做纸的禅修 平常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这是当你的心意 蛮近的 但是结果慢慢的发现 这个念头变得很多 光念纷飞 所以虽然在修纸 但是却一直都没办法安静下来 然后就是你又开始想 哇 这不太行 这个念头又生气了 又有妄念了 我这只修得不好 所以不要这么想 就生起妄念的时候 不要认为那是一种过患 是不对的 不要这么想 而要想说 就像是这个水中冒起了水泡 就像是这个海中有波浪一样 自然海中就是会有波浪会起来的 这样去向就好了 所以不要去想说 哎呀 不要担心 我又有妄念生气 不需要这么想 就是海中 它自然就会有波浪会生起的 就像尊者 那米勒日巴尊者道格当中 对八道童的道格中 就说 如关虚空若安乐 因之云雾起于空 或者也说 如关大海若安乐 因之波涛不离海 等等 所以如关自心若安乐 因之网面不离心 无非心变之游戏 急于心性染住 这几句 所以对方这里说 波涛 是不离海的 重要我们的妄念 也是不离心的 都是心的 这种一种游戏变幻 然而呢 都不理我们的心 这些各种心的变幻 妄念 它都是 心的和心是分不开的 所以不要 当你申请 很多这些妄念的时候 念头申请的时候 不要认为 就是过患是不对的 然后可以 想要去说 我要去阻断 这个妄念 或者说 我要去停止 这些妄念 很多时候 你反而 会因为这样子 想要去阻断它 反而会让你妄念 变得更多 所以这就是 用失望念为过患 再来一句呢 叫做 切莫刻意 修 无念 就是有时候我们 刻意地 想要修成这种 无念 无止 如果我们太努力地 想要修成这样子 其实这就是落入了 这种二直的一种妄念 所以要避免这样的一种 造作的羞耻 接着呢 是心注自然持正念 那么就像前面几句说说 不要刻意 这个执着 无念 但是呢 念头升起的时候呢 也不要刻意去 阻断这个念头 所以就只是 很自然地安住在 自心 自己的心 它本来的状态当中 然后保持自然 也就是 你自己修行者 你不要试着 去改变什么 记得要保持自然 然后不要散乱的 保持自然 但保持自然 这时候很重要 就是不要散乱 不可以是那种 好像很迷迷糊糊的 这样子是不行的 也是要很清楚的 不散乱的 就是你要记得 在修持 你也能够觉知 自己在修持 所以你保持着 有点像保持着 这个正念的一个哨兵 在看着自己 就是随时你都记得 自己在修持 然后呢 就这样放松 就这样子是可以的 最后一句是 急得 入入 是禅意 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上述的 前面几句的修行的话 那我们的妄念和烦恼 自然就能平息 自心也就能够 安住于无念 也就能够体证到 体悟入职的成修 那么以上就是 简单在文字上 做一些解释 但是如果说 真的要说经验的教授 或者说 含义上的教授 那得要有经验的上师 才能教导 我是没办法的 而且这种成修的 所谓的经验的教授 他是 弟子也是有选择的 也是 少数的弟子 才能够教导 而不是像这样子 就是 同时教导很多人 并不是这样的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 指的指引的部分 一些解释 接下来是进入到 官的指引 那么我们就到 这个摆断教言当中的 一些解释 提下来是 85. normal流逊独立的话,再继续一旦风 inn 三地水滲的 黄液。 CM New Lincoln 所逊独立的,市我们遇到西 Parents 有一天,一眼最后到太边的berseles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提出 朕 发生好肯定 sized oda nden evb sitri ndele dh 같이 ishi kiki to cie paanje sabyeum ddn bonbondjoo nyu ba nnen ringyu si neki ddee kiparjean kiki chanbye cure kum sunki si rup la raile de gie zp tam bien sam ddee si p Politicato me do i ssi la nye nambra nè si vida jizu me lhe si neki zin la me sheem bireo la tomki me do chompoir xiu cien e zun g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见此心不深 若其是身则就无法起灭的作用 因为一世无法起另一世的作用 不若此既有身与有灭 则其身与灭都并不是错 若其无实体 则似乎等于是其毫不存在 但圣者仍能经验到其自行的存在 不经论上将其视为的谷 不过是将其设定为一个名为谷的概念而已 因为真正的谷必须是圣者与凡夫都完全经验不到 才是 所以深奥的法 性 空性和法相 自行 自然的荣光 不时轮回的反复 未以来就不曾断绝 当他持续到行者 未来成就无上正的绝世 就会转化为如所有之和尽所有之 真实的谷一切之和大人禁止 这就是自行的本事无垢的名方 明觉门一直无边宽光的陀罗尼门三谷的门外戒 故刚玛巴都宗前霸曾针对这次含义而说 两族尊无相 智解照一切 所以 真正觉佛从本位上并不会对一切法之静 去洗 取舍等等的心理运动 故为无相 正因为这种运动本只是愚谋 故承得佛心明为大方的眼光 智裸则指其毫无阻碍的现前 所以见到无分别至现前时 应让四圣地之境自然恩赐 正无法无我至圣会则观自身 弥勒菩萨说 见开智慧也见此圣发生 菩萨此时能够展现出十二类百功德 这是前教的共识 或登上大手印的树山西地之见到 其功德是前出百功德 从因与两个方面都无法想象的 现代有些人自称 我虽然体悟了大手印方面的赤摩本质 但却没有开展任何功德 是因为我对这些功德没有兴趣 真的这些不信英国迷恋 平立和妄想上人发的同言言之 我只能说 还过真 你们因为语本而提出命论 这是不堪中最不堪的事 我认为若以无上义来看 将其对应为评语制和真实制也是适当 建道制发起后 行者剩下所执障与进取 烦恼障各分成大中小三种 每种有细分三种 共有九种 这九种障 这九种障之无漏无间道弹处 顾云 三种五义自然念 不修世上无修者难思难知难言许 此希望你不然随心导致绝受 离系见本来念 这个境界 其无可知也就没有能知者 那又哪有念语念头所能触及 这种根本定所引发的后的日常阶段时 行者也不应受到二轮值出席妄念的影响 是一切如梦如幻 放置在随心自在的状态 六地上的本质如梦 五地以下的本质如子 他们两者会在此时合一 以智慧之力消除轮回边 慈悲之力消除涅槃边 找过超越有可 请以致一切概念的平等性 古著而边 六地菩萨能够自在进入超越两边之阵 当大灭境地 越称菩萨说 见现前注入正定心 正等觉法期限前 现见缘取真实性 由祝波仁得灭定 西地菩萨则能于每一刹那出入于他灭境地 越称不想说 此远行地与灭地 灭地刹那刹那能启入 益善世人方别度 可见呢 关于真实记的戏论皆灭之定 对圣菩萨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 现代有些人伪造弥勒之八尊者的道格 吐波鼠修灭境地 乌鸦口修金刚宋 将灭境地视为解脱道上的基土 等等等等 接下来我想对于 这些解释 我们能做大概就是文字上的解释 经验的教授意义上教授根本不太可能 甚至文字上的解释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做到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二个 就是观的指引了 就是第二个是观的指引了 那这里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讲说或者说教授这个实相 再来第二个是教授 这里的见解是什么 那首先呢是实相 教授实相的部分 心难指认空性静 无碍清澈明觉门 难思明空赤裸心 这三句 就是教授实相的部分 有三句 第一个是心难指认空性静 那其实 像是 平常我们在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 想到一个鞋子也好 衣服也好或者电话 同时在你心中你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都会想到它的样子 它的形体或者它的颜色 或者是某个东西它有一种 比如说如果是食物的话 那它可能会有一些味道等等 那或者是你想到一件衣服 那也会有一些触感 比如说它是柔软的触感的衣服 那种布料 但是心它不是这样一个具有实体的东西 它和我们平常 平常我们很熟悉想到某个东西的这种物质 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啊 或者这种电话等等 是不一样的 它是没有实体的 那么我们在想说 那心它是不是一种苦乐的感觉呢 有些人会这么说 那心它就是苦乐的感觉 但要这样说也很难这样讲 因为苦乐的感觉 它主要是感官的一种作用 这个苦乐感觉本身它并没有想法 它并没有它自己的主观意识 所以呢也不是 那么心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想法 或者这个念头呢 也不全然 因为心它还有比这个想法和念头更广 或者说更多更宏大的这些作用跟功能 总之呢 这念心它能够胡思乱想 但是 它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 就是我们的心 它是这样子 活生生的这样东讲西想的这个心 它有着它在着 但是当你要去找说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实相是什么 它的自信是什么 你又很难指认出来 这种情况呢 就是所谓的空 所以就是这一句说 心难指认 空性净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谈到心真的是很不容易 像现在 像科学界吧 科学家们 他们也对于这个心 也在做一些应酬 但但都很难有什么样的答案 先不谈科学吧 就是我们自己 在这件体验上来讲 你都很难去指认出来 不多说 那第二句是说 无碍清澈明觉门 这就是说呢 心的本质 虽然是空 但是 心的这个面向 或者说它的作用 是能够无碍的展现出来 就是说这个空 并没有阻碍它的作用的展现 心是火深 就是火深深的 还是能够有各种的展现 原因在于说 显像和空性的本质呢 是一如的 所以说 显像只是空性 空性它是不理显像的 比如说 像是一个饼子好的吧 饼子有两面嘛 所以它其实空性跟显像 它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它并不是两个相异的这个东西 距离来说像是牛脚 它并不是说像牛头上的两个脚 是这样子两个相异的东西 并不是的 再一句呢 是难思明空赤裸心 那么 就像是恒河大声音当中 这样形容心的实相 若以思量法 不见难思意 不见离思意 所以换句话说 所以心的实相 它是超越了 我们现在的这种思量之心 这种嗜俗心 这种嗜俗心 这种俗心 是超越它的 就是说 以我们现在这种凡俗之心 它是没有能力 是不可能 能够了悟到这个心 所以实相指的是什么呢 心的实相指的是显空无别 静心无二的这种嗜落之心 或者说就是那个明确 那个明晰 本身 接着就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教室 这个 见解 对不起 就是说 观修方式 就是 接着就是要教室出 这里 观修的方式 观察的方式 观的方式 那这一句呢是自然安知观己身 其得安修圣观心 所以就说 你要怎么样去观察 观自己的心 就是说 所以就在教室我们如何观 自己的心 就是观的方法是什么 对我们的心的自信 或者它的状态 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不要试着去做任何的改变 所以 任何情况之下 就是不散乱的 安住在心 它本来的状态当中 没有 这是能观 所观的分别 不要有那种很强烈的 我在观 然后有一个能被观的 主课的 这样子的一些分别 然后要尽量试着 就在这样子的 没有能观所观的 这样的分别的自信当中 这样观察下去 直到某一刻呢 就会生起 无关见法性的这种 就是圣观心静的无二 你就能够 圣观心跟静的无二 再来第三呢 是修持离系之法 那也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教室无散成修 跟教室离言思 第一个教室说 无散成修 他有的句子是两个 安住无益自然念 不修是向无修正 第一句 什么叫做安住无益自然念 在导歌中的主诵是 在导歌中的主诵是 他的自信物有些不同 他的自信物有些不同 比如按照这个 道歌中的主诵解释的话 意思是说 就是说 当我们不照做安住的时候 要做的就是 保持不散乱的这个正念 然后 自然的安住 自然的安住 就是这样子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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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就是 不要失去你的正念 和觉知 这是很重要的 随时都要记得禅修 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你要保持觉知 跟记得 所以这里的正念是很重要的 因为禅修的好坏主要就在于 有没有这个正念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记得 正念 有没有觉知 那么就算稍微 对禅修有了一些体悟 但如果你失去了这个正念的话 也会沦为有这种 凡修的危险 也就是说 如果就算你稍微 领悟到实相 但如果你失去了正念 你也会变得 是一个凡修 尤其是在后得位的时候 更不用说是在定种 尤其是在后得位的时候 如果失去了正念 更是 你的心就会沦为平凡的心了 就世俗的心了 那因为你在后得位就是 可以说下坐之后 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的 你要做很多事嘛 你有很多的行为等等 因为你的失去了正念 你的心沦为平凡了 那你的很多的行为 也都无法读到 所以呢 保持正念和觉知 是一切功德的基础 接着呢 是不修实相 无修正 所以禅修呢 就是让心呢 注意自然 除此之外 禅修并 不是要在心上 这个修什么特别的所谓 所以就只是安住于 我们说远离作异戏论的 这个新的实相当中 所以没有刻意去思量 这个有无是非等等 这些造作跟修整 就是自然安住 无造作的 平等的安住 无对峙而放松 无奢侈而放下 不放任而以正念守护 所以我们不要去想着 行员一定要把它停在某个地方 停留在 驻留在某个地方 然后 变得这样很拘谨是不行的 缠手手 然后或者说也不能够太放任它 说你变得散乱了 这样也是不行 所以禅修的时候 记得要松紧 要能够掌握得非常的好 拿捏得非常的好 接着第二句 第二个部分就是 教士说就是开始说 要离严丝这样的几句 宋文 难思难知难言许 粗细妄念不然随心保之认觉寿 修离系见本来面 首先第一句 就像前面说 当我们在守护自心的时候 这个难思逸的这个离系法性 或者说明觉 不要去对这个 对他做太多 这种言语上的形容 因为如果太去这样去思维 然后去言语上做太多的形容 这个什么事情 细杂性命觉知是什么 那样呢 会有这种 我们说诋毁或增议的这种过患 再来第二句说 粗细妄念不然随心保认觉知 然后这时候不要有 太多这些想法 太多这些妄念 比如说这是空性 是离思维 是无声 是离边等等 或者说这是不对的 这是要修持 所以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些妄念 所以这是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随心保认 就是任性随他去 但这里的虽然说是放任随心随之他去 但是记得不要失去正念 再一句呢是修离系见本来念 这句意思就是说 有一天呢你会领悟到这个离系的本质 那么但是 就会升起离系的书人绝授 在杨昆巴大师的道格中 这句的主导是说修持离系 然后母子会 那这是因为他形容说了物离系的智慧和离系之境两者 已经完全的熟悉而就像是水融物与水一样 所以他这里说是母子相会 所以这位作者 这以上是这些解释 那这位作者杨昆巴大师 他虽然就是说后天他跟随很多大师学了很多产修 但是他其实天生的 他就是真的有成定的这种能力 就是说他五岁的时候 他就是说他五岁的时候 比如说在他杨昆巴大师在他五岁的那个时候呢 他就 他那时候他就能够进入禅定 就一直在禅定中 但他很少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好像是他还没出生前后就父亲就过世了 所以从小是他母亲跟他的阿姨把他带打 所以总之他那时候母亲就很担心 这么小一个小孩怎么就一直在那入地 就像个大人一样怎么坐在那 的确谁都会很紧张吗 那么小个小孩坐在那入地 可能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入魔啦 还是这个身体出了些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这个气 就是什么气不调之类的 我们都不觉得他是真的禅修很低 还入地 所以呢 每一次当他正要禅修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母亲跟阿姨 阿姨还是他妹妹啊 总之呢就想尽办法去不让他禅修 他小时候五岁时候那时候的 如果他那时候有能够见到一位 一位有经验的上师的话 给予他一些这种经验的教授的话 他那时候大概真的能够能够了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有这种天生的沉淀的能力 但是 但是因为他却没有办法移植到一位上师的 有经验的上师的带领 所以还是有一些将来 所以这里我们这一次讲到了一些指跟观的一些内容 这都是跟大手印有关的指跟观 因为大手印当中呢 最主要是直观双运的做修持 这是大手印中很强调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那么在采巴嘎举当中 就是嘎举四大八小当中 从采巴嘎举的这个教主 他叫做南马祥尊主者 他有一个自传 他里面就很清楚提到 他当时是怎么样悟到的 他悟到的经过 有很清楚的一些记彩 在他33岁的那年 他就去拜见了 就是干波巴大师的持人子 这是干波巴大师他的哥哥的这个孩子 就是叫做达波 这总之呢 拉马祥尊主者 就去见了 干波巴大师的这位职子 大波功巴 促之音乐 当时呢 他就赐予他聚生契合的这样一个教法 那修观这个教法呢 在米绝多姐的这个注解当中 前面有提到七知音文其实就有提到 所以主要他最早是由高党派 这个阿底下尊者传承下来的 然后后来 光波巴大师在前面有加上了大首音的名称等等 叫大首音聚生契合 总之呢 在他这里就提到他就得到这个教法 然后在他修持的时候 他就有些体会 他就体会到什么呢 他就体会到 他其实以前他一直有很多的这些大师 然后文思做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修持 但他这时候他才体会到 他三三岁以前那些所有的修持 都是向外 都是向外的修持 他现在呢 才知道 前修呢 修的是自己 是要在自己的心上去修 不是向外修 这是他他们修的体会 所以 这是他的体会 以前的那些都向外修 对的 现在知道成修修的是自己要在自己的心上修 但同时呢 他也很高兴 他高兴在于什么呢 因为他得到了独子圣神的这种教诫 这样的口诀 他就感到非常的高兴 但是呢 但是呢 这时候他还是分不清楚 绝寿和了物 这个分纪是什么 有时候他觉得那个好像是了物 但是好像是绝寿 有时候那是绝寿有什么的了物 他分不清楚 所以他的内心呢 就感到一些混乱 一些疑惑 他就去请问这个 呃 这时候 朱师尼摩跟他讲说 你要 强力的提倾 你要大力去成的提倾 他说我的这个法的这个证物呢 是完全取决于这个上师的加持 所以呢 所以呢 你要像上师这个 巨神强力的提倾 那我今天就要给你大声音的口诀 所以你看他前面给的是这个巨神契合的大 后面给的是大声音的口诀 那么接着这个南马相他修了之后呢 他修了这个大声音的口诀之后呢 他就可以说这种无造作之心 然后他就将自己的这种体悟 各种的 各种的这种的体悟 那样子的体悟等等等等 总之呢 他就向他的这个 各种体悟就报告这个他的上师 但是 他就说我生起了这个 过去没有的这些特殊的一些 决兽 甚至一些这种圣企 我确认了就是这个 那是那一个等等这些体悟 或者说这些智慧也好 他总之有很多这些体悟 这些智慧 他就报告给上师 但那时候他的上师怎么说呢 他说 你不要太去分析观察 这样的分析观察 只会造成障碍 如果你一直这样去分析观察 你的陈修是不会进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就依照上师的指示 他继续修持 这时候呢 他终于知道了 他的随差的修持越来越深入 这是他就知道 之前那些 之前那些 所谓的 他以为的智慧 或者以为的那些圣洁呢 其实呢 都是他的观察 他的分析 而已 并不是真的了物 并不是真的证物 所以在他当下的时候呢 他就是 他就不再跟随 不再去做这样 不再去做这样的 观察跟分析 不跟随他 就完全的放松 可以说 从此他的 这个证物就 不是从外在而得到 所以接着他说 他的证物呢 霍然而生 从内心就升起了 他就升起了 和之前完全不同的证物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完全知道了 学兽和证物的分析是什么 差别是什么 这原因就在于 他真正的内心 升起了证物了 所以他就能够分辨出 和证物的差别在哪里 有什么不同 接着他说 他说 以前的那些所谓的智慧 所谓的那些 他以为的了物 其实都只是 这些文字上 知识上的理解 或者说 只是推理 只是字面上的领会而已 虽然说 在字面上 字面的解释上 没有任何差别 用的还是同样的字嘛 同样的这些术语 都还是一样的 但是 因为呢 过去自新 没有真的相应 所以呢 过去的那些 所谓的证物 所谓的那些智慧 那些证物 都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都只是一个虚 虚壳而已 空壳而已 但是现在呢 与实际 已经相结合了 所以也从内心 深处呢 就生起了 真实的 这种 心结 那 他接着说 他是怎么样在内心深处 生起这样的圣迹 他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当 心安住在这种 不造作的自信当中 自然 就会生起很多的 所谓的智慧 观察 思量 但是呢 他没有去跟随 而是 放松 安住 因此呢 那些 智慧自然就会消失 只要不是真的那些证物的 那些 只是 那种知识上的智慧 所以 我就观察了思量 它自然就会消失 然后之后呢 才会真实的见到 就是自信远离 这种深处灭的 真正的 那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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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可以称为这种 很细微的这种智慧吧 很细微的这种本质 它就能够展现出来 所以可以看到 这就是 拉玛西亚 它是我们藏地 非常著名的 这样一位大成就者 在他的自传当中 就很清楚提到 他悟到的 这样的一些经过 所以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 明天可能上课的时间 会有些改变 变动 那总之还会再跟各位讲 你们会再做宣布 那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好